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最近我有种一些牵牛花 陆续也开了很多的花 我发现它有一些种子已经成熟了 我想说今天把那个成熟的种子把它拿起来 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种的两个花架做的那个 种的那个牵牛花 那有的叶子已经开始枯黄了 我想说是不是说它的季节快过去了 那花好像越开越少 当初也是开非常多啦 那这一两天我觉得叶子越来越枯黄 是不是缺水感觉又不像缺水 也许是说它的季节已经快要过去了 不管怎么样 有一些种子我可以先把它采收起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它的种子有没有 开完花凋谢以后 它就这个种子就在这边 这个应该是成熟的种子 各位看颜色是比较深 如果说是比较新鲜的种子 应该是这个比较偏绿色 很明显两个颜色不一样 那今天我要收集的是 比较咖啡色 比较深色的种子 我先把它摘下来好了 各位我先摘一个给各位看 摘下以后这里面就有种子 黑黑的有没有 哇一颗好大的种子 当然是不止这一颗咯 再继续采这个也是 哇这也是一颗 好这哈这一个哈 拨下给大家看 哇这也是一颗好大颗 有的我们就尽量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不收集 万一它掉在地上 你就浪费了 这个感觉也是应该像成熟的 我们看一下 哇是吧 这个各位看 这个好多颗 哇三颗 三四颗 哇还有没有 哇 好几颗 所以它可能有的里面 种子不止一颗 有的就赶快把它挑起来 先挑起来吧 因为这个收集种子 等到下一次 就可以用这些种子来 来繁殖 然后也不用说再去买了 所以就看得到 我们就先采 上次也是有采收几颗 那这边应该也有 哇这边好大 我居然没看到 这边各位有没有看到 好肥喔 剥起来 还有吗 这边 因为都要仔细看 这个也是好几颗 四颗的样子 各位看 它的种子都非常大颗 还有吗 那没有你就看这边 这边好大颗 有没有看到 这个很大 然后各位猜它有几颗 里面有几颗种子 我剥下好了 我们当场看到这颗 这边这颗 剥 哇 是 六个 六个 这个更多 所以它不一定 我看它里面的种子数量 有多有少 其实有的是还没有干 还没有干 不想跟它采下来 让它好 这个只有一颗 因为我想说有就赶快跟它采 没有干就让它继续长大 对大概就 其它可能比较不好 这边还有吗 好像没有 因为有的都还没有干 就我是觉得不要把它采下来 等它完全干燥再来采上 那没有关系 那今天就先采这些 虽然看起来没有很多 可是这个 这个种起来是很 数量蛮庞大的 将近二十颗 这个你留下来 这个的话 下次再种的话 也是满满的千牛花 它的种子非常大颗 几乎都会活 对 其实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买种子来 来播种 其实也不错 当初我这个也是 网路上买种子 好像12块 不知道几颗啦 就下去种 然后也种出不错的成果 那下次可能就不用买种子了 我的种子这么多 那剩下就让它继续干燥了再采收 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 我采收的千牛花种子 那给各位看 那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